鳄鱼肉被烤得外焦里嫩 酥脆多汁 腰上一口肉香四溢 令人忘乎所以 看着三人一脸享受的表情 刚点的外卖瞬间不香了 如果我说 就是用这芦苇切割的鳄鱼 你敢相信吗 杰森使用贝壳没能切开鳄鱼的肚皮 连去找来了一孔芦苇 脆弱的芦苇对抗坚硬的鳄鱼皮 这个神奇的想法把我惊呆了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居然急下就拉开了一个口子 当一片片鳄鱼肉被芦苇割下来 躺在树叶上 一是惊魂未定 另一边的瑞克生完火后 正在最初转悠寻找水源 好不容易找到一处 走近一看 竟然是一滩死水 里面漂浮着各种虫子的诱卵和尸体 这要是闷一口 估计可以直接退菜了 于是他在离水源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坑 希望通过土壤的过滤 减少有害物质 尽管如此 水还是很浑浊 犹豫了几秒 瑞克还是捧起来喝了下去 他说这简直就是在吃泥吧 没办法 在野外生存就只能是这样 杰森这边已经处理好了鳄鱼肉 留下鳄鱼头 想要逼个大招 剩下的肉 先想办法保存起来 在这种高温潮湿的环境下 制作熏肉是最简单有效的 瑞克用树枝搭了一个三脚架 然后再绑上几根横梁 最后把肉往上一搭就完事了 很快肉香就把蜘蛛吸引了过来 劳累了一天 总算到了干饭时间 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鳄鱼肉应该是真的香 为了防止其他猎食者来偷吃 三人决定就地扎营 守着熏肉过夜 到了晚上 他们把鳄鱼头埋进了火里 希望明天一早可以吃上炭烤鱼头 说不定还能利用头骨打造一把工具 结果第二天 在火堆里扒拉了半天 鳄鱼头不见了 只剩下一坨焦炭 好好的食物就这样白瞎了 但凡他们吃过一次叫花鸡 也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 简单收拾了一下之后 三人决定尽快搭建庇护所 否则一场大雨下来 食物和火源都白给了 杰森提议 直接利用倒下的大树当横梁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了主粮 三人分头去寻找建造的材料 哈德森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热带雨林又脏又臭 虫子还多 你天天的又累又困 吃的还少 哈德森已经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了 当你忙得焦头烂额 却有人在浑水摸鱼 就问你能不能忍 瑞克和杰森一直在埋头骨干 哈德森却在一边偷懒 磨磨蹭蹭到半天 只带回立把箱脯 瑞克一眼就看出了他情绪不高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已经有了纳树 晚上三人躺在棕榈叶上 收着火堆睡了一夜 早上醒来天空乌云密布 眼看就要下雨 杰森赶紧找来了一大堆棕榈叶 两人火急火燎的铺设屋顶 而此时的哈德森居然坐在火堆旁抠脚 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瑞克终于看不下去 劝他去收集一些柴火 哈德森则表示他不想干了 身体很不舒服要回家 瑞克这把脾气直接怒了 哈德森没做任何回应就离开了 何止这次就是来沼泽三人游的 少了个懒王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在天黑之前就搭好了庇护所 到了晚上雨果然下了下来 闪电和雷声弄得两人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起来全身都湿透了 营地周围地势平坦排水不称 庇护所很快变成了游泳池 他们赶紧在周围开挖排水渠 但是忙了半天 效果并不理想 接着连屋顶也开始了漏水 好不容易熏好的肉干都湿透了 想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瑞克提议两人敞开肚皮可尽吃 抢救多少算多少 吃到就是赚到 大雨一直下到了第六天 好不容易盼乱了一点阳光 正想抓紧时间干点什么 却发现挂在树上的鳄鱼尸体不见了 应该是被什么大型食肉动物偷走了 这一下两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到了晚上又是一场狂风暴雨 房梁发生了未遗 屋顶也被吹开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发现作为主梁的那棵大树已经倾斜 这个庇护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助人了 两人只能寻找地方重新搭建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新庇护所采用了环形结构 铺上树叶之后就像一个防空洞 比起单坡式的庇护所排水性要好得多 两人窝在新家烤着火 感觉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 生存挑战进行到十五天 外出觅食的杰森发现一只兔子 二话不说 操起棍子就干了上去 看着兔子乖乖的蹲着不动 猛的一扑 两机闷棍直接送走了 杰森高兴的向只兔子蹦跆了半天 回到营地后 瑞克看到兔子也是两眼发亮 激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 但当他剥开兔子皮的一瞬间 直接原地裂开了 兔子的身体力长满了寄生虫 两人的心情直接荡到了谷底 这下终于知道兔子为啥不逃跑了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寻找其他的食物 杰森在附近找到了一些香菩干 这东西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填饱肚子不成问题 至于口感嘛 缺少点大酱 杰森则在收集柴火的时候 发现一条长虫 眼睛手快的上去就是一剂闷棍 然后香烤大辣条就安排上了 那味道鸡肉味嘎嘣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3天 两人吃下了最后两块肉干 挑战也进入了最难熬的阶段 为了获取新的食物 瑞克打算制作一个弹力陷阱 他用干草编了一些绳子 找到一棵有韧性的小树当做弹簧 最后在绳子底部做了一个套索 为了避免绳子太过粗糙造成卡顿 又用鳄鱼脂肪给绳子打了蜡 陷阱的制作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用心 就是两人的运气差了点 尽量好几天都没有任何收获 为了消磨时间 杰森拿出了之前存下的鳄鱼皮 准备做一个真皮胯包 回家送老婆 不得不说大自然是真神奇 坚硬的鳄鱼皮在芦苇面前不堪一击 经过切割 钻孔 缝合等一系列操作 一款真皮驴包就做好了 他还用香脯沾上融化的鳄鱼油 做了一根蜡烛 说是方便夜间出行 我看着挺像烤箱糖的 饿极眼了 或许可以对付两口 时间很快就剩下最后两天了 瑞克已经饿得面黄肌瘦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去查看陷阱 原本已经不包任何希望了 却意外收获了一只杰瑞 没想到临走前还能吃上一顿烤肉 两人吃的那叫一个香 吃完之后就该收拾东西回家了 三十天就这么挺过来了 虽然过程十分艰辛 但结果却是好的 下期是三位猛男和一头野猪的故事 他们能否挑战成功呢 认准求索老字号 专注求生一百年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说